朋友们好 报告下面给你演示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 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发现 就是发现了 这个电流周围 它还是有东西的 这时候谁发现了呢 这是有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 叫奥斯特 奥斯特何许人类呢 传说中啊 传说他是一个物理学家的助手 就是人家的一个实验室的助手 可有一天呢 这个物理学家下楼吃饭去了 这个奥斯特身为人家助理呢 就在实验室上面看人家实验室 在开实验室的时候呢 它闲来无聊 闲来无聊怎么办呢 它桌上面就有一大堆东西 有什么呢 电源 电流表 开关 活动变速器 这一接好以后啊 开关闭合 这个电线里面就会有什么 电流 就会有电流是吧 然后呢 有电流 哎 你又怎么就巧了 他那些那个电导线边上啊 有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小磁针 小磁针在受到磁场力的赠票 小磁针就会动 是不是啊 你发现看到 那天奥斯特也是不经意发现的 老师这是 老师这是做了好的准备 才发现的 他闭合开关 电流表有指针 有毒术了 是不是啊 说明他现在有电流 对吧 对 这发动变速器啊 是杜老师事先挑好的啊 因为电流比较大 效果明显一点 你在干小磁针动不动 不动 不动是吧 我现在拿这个导线 靠近它 注意 我导线是靠近它 我导线绝对没有碰它 但这 咱们这导线里面流的是什么呀 电流 是电流不是血液 好 瞅着它 早先碰着它啊 能发现个什么问题啊 我导线始终没有碰它 我导线靠近它的时候 它是不是想往我导线靠近啊 对 好像有一个力 把它给吸过来似的 是不是啊 那就说明啊 我这个导线现在的作用 相当于个什么作用啊 磁铁 磁铁是不是啊 对 因为只有磁铁周围才有磁场 只有磁场才能让小子中动呢 是不是 对 那现在我导线碰到它以后 它就动了 那说明我的导线周围是 应该有磁场的是不是 是 但是我开关在断开的情况下 有没有电了 没有 没有电的话 我再把这个导线 困到它靠近 你看它动了吗 没有 我再怎么靠近它都不动吧 是 那说明啊 导线碰到它 要让小子中动的话 导线里面都有什么 电流 都有电流是不是啊 对 这有伟大的发现 被奥斯特别发现 后来我们把这个叫奥斯特实验 奥斯特实验的结果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电流周围是存在磁场的 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发现 人类从此向前跨了一大步 那记住 奥斯特实验是 电流周围存在磁场 好 这个实验到这 好 实验回来 怎么样 没骗你吧 你看 开拐一笔 那导线靠近小子中 那小子中确实是动的 小子中是动的 那导线里面流的是电流 流的是电流 奥斯特实验告诉我们 电流周围存在着磁场 这种题目以后经常考 我们要学会做这种题目 看图去总结规律 加一两个图 你看甲图是通电 通电的话 下面的小磁针就有箭头的指向 它就动了 鱼呢 鱼是断开来的 鱼这边断开来是 导线类是没有电流的 没有电流小磁针就没有一个转动的箭头 你发现没有 没有 那说明这小磁针就不动 那说明这个小磁针受到磁场力了 这个小磁针没有受到 那原因是什么呢 你这是通来电的导线 这是不通电的导线 那这是通来电的导线里面可以产生磁 所以加一两个图 说明电流周围存在磁场 或者是通电导体周围存在磁场 这些结论 下一个题目 咱们能加点两个图 加点两个图你要自己去好好分析一下 要不现在你关了视频 先分析一下以后 然后再来看看 杜老师讲的跟你写的是不是一样 好了 我记得我已经关了 你看这个 这个主要是加点两个都是通电的 都是通电的 但这擦不了了 你看到改变电流方向了 是不是 这个阶流是这样走的 这个阶流是这样走的 能看到什么呢 小磁针旋转的箭头 小磁针旋转的箭头发展改变了 说明小磁针受到力的方向改变了 所以这么写可以写 小磁针受力方向跟电流方向有关系 因为你是初一的学生 你这么写 我也可以让你对 加上初三的是不能这么写的 小磁针受到力方向改变了 是因为小磁针周边磁场的方向改变了 因为磁场也是有方向的 那磁场方向为什么改变呢 那因为电流方向改变了 说明电流产生磁场的方向 跟电流方向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正确诞诞这么写 磁场的方向 有电流方向决定 有电流方向决定 磁场方向有电流方向决定 好了 等我听 好了 那刚才杜老师说了 说那个我们家到处都是电线 我们家强的到处是电线 杜老师生边现在到处都是电 到处都是电线 那为什么杜老师没把杜老师给吸过去呢 所以尤其杜老师今天带个项链 假的 看着像黄金 像他里面的铁 外面扫了一层黄的油漆 杜老师带个项链过来 土豪吗 对吧 那杜老师为什么没被上面的电线给吸过去呢 导线虽然不吸引杜老师 但会吸引杜老师脖子上的项链 把杜老师给吸起来 挂起来了 那杜老师 为什么不吸呢 那是因为他们的磁性太弱 如果真的杜老师带来一个假项链 假的黄金项链里面是铁的话 它也吸 只不过吸引力太弱了 太弱了 那你怎么让它变强呢 对吧 那电可以产生磁 因为电生活中太多了 那如果能产生磁的话 那太好了 还真能变强了 关于怎么变强的 如果你的导线是这样 是直的 电流从里面走的话 它缠的磁场非常的弱 如果你这样 你把它电导线成这样的 螺旋状的 让电流转着圈这么走 让电流转着圈这么走 磁性将变得非常强 不能是非常强 就会翻的好多倍翻的 就变得很强了 你看 科学家发现导线做成 螺旋形状的 磁性会增的 增强很多 增强很多 但依然不过瘾 科学家又会发现 如果你这个螺旋状的 这样的一个 螺旋管里面 如果你在加一根铁心这里面 注意些铁心 铁的 你加虫不行 加黄金项链不行 铁的 但加个假的黄金项链 也有可能 有可能 这铁心还是比较粗的话 我跟你说 这磁性 又会增加数位 增加数位 如果你把这个 通电螺旋管的砸数 用的特别多 特别多 然后中间 砸数特别多 是不是 特别多 然后里面的电流 再特别大 我跟你说 你要真坐 是带个假的黄金项链过来 里面有铁头 真的被吸上去了 我跟他 这项链就飞起来 坐下就挂上去了 如果从后面吸 刮上去更危险 你知道吗 对吧 这样是不是 克尼也不敢听了 对吧 我们现在 码头上面 那个 雕 那个 集装箱 那个东西 就是利用这个东西 通上电以后 产生磁性了 把你集装箱给吸过来了 那么集装箱吸过来以后 放到轮船上去以后 一段电 没磁性了 集装箱放哪了 太好了 好 这就是电磁铁 电磁铁实验是中考 特别喜欢考的一个实验 但多数商店 做了这个实验 但这个实验视频损坏了 所以咱们现在 只能听一下 听一下 将来再说 那这个 那这个 这个这个 它既然就相当于一个磁铁了 磁铁就是有 N级或者S级 也就是南北级的 南北级的 磁级是什么呢 那就是刚才杜老师给你写了 调形磁铁 这NS级是不是 这就是叫磁级 南北级 南北级跟地球一样 南北级 那像他们通来电 这也是个磁铁了 那他们南北级什么样呢 杜老师那给我们画出来 这个榜来打算安排到初三的 但是呢 监狱这个东西挺好玩的 杜老师想跟你讲一 我就讲一遍 我看谁在讲一遍的情况下 今天后面的在线测试题 能做对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通电螺线管 你要它知道 它哪头是N级 哪头是S级 注意要伸出你的右手 伸出右手 让它四指和大拇指方向垂直 四指和大拇指方向垂直 然后就握住这个通电螺线管 手就握住它 怎么握呢 让你的四指的弯曲方向 跟电流方向是一致的 大拇指指向哪 那就是N级 就讲这一遍 然后跟你说讲到题目 你看 这个明显是电流是这样 从这边这样过去的 这样绕的 所以应该这么握 大拇指指正 所以这是N级 这就是S级 这个电流是从那边过来的 都是从那边过来的 所以这个应该这样握 这样握 这样握 这面就是N 这面就是S 我只讲到这 我看今天在下面的在线测试题里面 谁能够把杜拉尔出的题目给做对的 实际上还讲一道 还讲一道 看好了 这是生活中的磁铁 是不是 这是在奥斯特实验的情况下 我们发现的电磁铁 从来电它有磁性的 那这两个磁铁放到一块会怎么样 一个通电螺线管和一个磁铁放在一起会产生什么现象 那你想就相当于两个磁铁了 磁铁的磁铁在一块的多少刚才说了 它可能吸引也可能排斥 可能吸引也可能排斥 那同名磁铁在一块相互排斥 一名磁铁在一块相互吸引 那我们需要找出它的磁性 哪头是N级 哪头是S级 再说一遍 说不讲了又讲了一遍 四指的弯曲方向 是电流的方向 大摩指所指的是N级 那这个形象是从那边过来的 这样 过来的 所以这是N 这是S 那这个再一块就相互排斥 所以产生排斥现象 当你要把它调个头的话 它就吸引 好 吸引 那有个重要的一个什么呢 通了电的导体 中间不一定加着铁铁 这个导电它也是个通了电的导体 对吧 通了电的导体 它本身就是个磁铁 然后再放到另一个磁铁的边上 它们就会产生相互作用 就会产生力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 产生力 它就要动 产生力 它就要动 看到啊 磁场 就本身也是个磁铁 你看多少这个实验啊 上面是一块磁铁 下面又是一块磁铁这地方 然后中间有个电流 注意 电流也是一个磁铁 那这个磁铁 跟这个磁铁放在一块 它必然要产生力的作用 那它必然就会引起物体动起来 好 来 看一下这个实验 干嘛呀 那么着急呀 别着急 来 开始